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的視頻 我是李國慶 今天因為內地調控,鎮散了中港股市 我們要再觀察恆生指數22,400到22,500區 究竟支持力是否可以 在圖中看到,那兩條水平線是22,400到22,500之間 今天是第二度下市 我們先說回各五條,究竟如何影響 上星期五,國務院靜悄悄地推出了各五條細質 細質入面最大殺傷力的是20%所得稅 結果令到中港一大批內房股全面下跌 帶動到整個大市走低 上證指數今日急跌了86點 或者是3.6% 收補22,273,亦是第一個支持區 即是22,75水平的位置 護心三下指數跌幅更大 重磅股份跌幅更大 跌至4.6% 或者123點 收補25,45 上證指數後市的關鍵是22,35 22,35我講了很多次 這個水平應該是頗硬的,不容易跌穿的 所以如果再跌下去,就是後低級立A股ETF的機會 說回內房股 內地有很多隻跌停板 香港內房股成為跌市火車頭 恆指成份股內有兩隻重磅內房股 一隻就是華潤置地,一隻就是中國海外 華潤置地今日的跌幅比較多 差不多9% 中國海外的跌幅相對較少 7% 你看到圖 華潤置地後市的關鍵支持位 大差大為二十元 municipal 中國海外是二十元公司的關鍵支持 華潤置地,大成交跌穿了近期的低位 中國海外相對沒有跌穿過低位 所以華潤置地會微弱,中國海外比較好 其實當內房股頭都是否這麼差 你可 сожалению 現在的政策擔心它的低意 譬如富力地產2777今日跌11% 但收市後公佈今年首兩個月合同銷售同比增長50% 到54.5億人民幣 恆大地產更厲害 收市後公佈12月同比增幅到1.7倍 銷售額114.5億元人民幣 你知道銷售其實好 正正是因為銷售好 所以爺爺才出招要騙他們 臣房的樓價飛升 但騙不騙得到呢 這就是後市的關鍵 如果只是騙到價格 但他們繼續賣得到 內房股因為銷售好又未必太差 所以我初步判斷 大那兩隻 即是688和1109 其實24.5元高位可能貴了一點 如果下跌20元邊 是可以考慮吸收第一注 估計應該是可以的 說回大市 今天跌了342點 去到22537點 收市 成交828億 走勢上這次是第二次 下市22400至22500區 這個區域 初步其實上星期看到 有一定的支持力 我們現在繼續觀察它 能不能發揮這個支持 在未有各五條細則出台之前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OK的 這個區域 現在出了新的負面因素出來 如果會跌穿的話 我覺得多給200點左右 就大概跌到22200至22300區 應該都會初步站穩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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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